跟委員報告 我是軍事局局長 這個是一個非常聳動的一個報導 但是是偏離了專業的一個解讀 因為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可大因 含有可大因的一個感冒糖漿 它在服用之後 它有10%的一個量 會轉化代謝成麻酥 所以在驗尿的過程裡面 它會呈現麻酥的陽性 但是這跟它實際上面服用的那個程藥 是有密切的關聯性的 那這個目前 所以你意思是這八個也不是海洛因 都沒有難讀 目前來看起來 它本身的量應該是交給司法的那個 三軍總院在做這樣的一個檢驗的時候 它是依據衛福部的一個檢驗標準 三種驗的老半天 從事情發生到現在已經一個多禮拜了 跟委員報告一下 目前我們本身所驗的26個 27個初驗是陽性的 經過復驗之後 只有八位是呈現微量的這個異常 但是呢這個異常呢 是我們要透過司法的一個判定 才能夠進入到那個 吸毒要透過司法的判定 因為它有陽性 那你為什麼不驗職業驗毛法不就知道了 不可以 報告委員 在我們本身的毒品的一個判定的過程裡面 三種或者是12家 其他的一個奉合定的認可的機構 他只能把他的檢驗的結果說 有或沒有 陽或陰性 進入到後面的時候 有法官跟檢察官他來判定 因為呢 如果他是因為服用感冒藥而產生的陽性 那當然他是沒有問題啊 所以這部分 並不是由三種來判定 那我想問一下 目前我們的清泉鋼 目前被列管的人員有吸毒了多少人 目前來講 我們本身吸毒的部分 在清泉鋼的基地 在目前是沒有 是因為它本身呢 治療的醫癒的部分 它本身是服役丸子離開的 但是呢我們27個初步驗陽性的 完全不管是那個復驗結果 完全沒有二三級 比如安菲他命 或者是K他命的一個那個陽性 都沒有 都沒有 所以你的意思是 目前清泉鋼基地裡面 除了你這八個還不確定之外 整個清泉鋼基地裡面 沒有任何人有吸毒 包括一級二級三級 沒有